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城市设计VB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城市设计VB的时间 今天我们仍然延续上一个讲次 我们要介绍的是其他控制项的建立 譬如说要介绍简轴控制项 图片方块控制项 计时器控制项 还有实力的探讨 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讲次 今天要介绍的是第十讲 讲授的主题是重复结构 以其他控制项的建立Part2 讲授大纲有四个单元 首先我们讲第一个单元 讲解简轴控制项的建立 及属性的设定以实力探讨 好 为何需要简轴控制项 所以我们来介绍它的使用时机 在程式执行中要输入数值资料时 可以使用简轴控制项 直接调整数值而不必呢 建入资料 避免所建入的资料 超出范围 或者所建入的资料是错误的 好 比如说写生成绩 0到100分 那我们输入101分就产生错误了 这时候就可以用简轴控制项的 一个方式来建立 在Visual Basic软体提供垂直减轴及 水平减轴两种控制项 好 那现在我们用档案总管的方式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我们下方的地方 这这样就是水平减轴控制项 右方就是垂直减轴控制项 因为我们的一个长宽都大于我们目前 一幕显示的一个宽度 接下来我们说明了减轴控制项如何建立 亦在表单建立水平减轴控制项的一个方式 或垂直控制项的一个方式是这样 移动滑鼠游标到工具箱 垂直减轴就是Vscobar 或水平减轴控制项的图示 Xscobar按一下 在移动滑鼠游标到表单拖曳建立 减轴控制项 垂直减轴控制项的Name 内部名称的属性 逆色名称叫Vscobar1 水平减轴控制项 Name的属性逆色名称是Vscobar1 好 接着我们用图示的方式来说明 首先我们在工具箱的地方 先找到Vscobar 好 那我们推移到表单适当的地方放下来 这是我们建立的水平减轴控制项 好 有几个名词 我们要先解释 第一个名词往左边往右边 这个叫small change 就叫微动扭 微动扭的距离是1 好 第二个我们按这样 快减去拉Change 逆色是10 好 目前呢 我们减轴所在的地方称为定位扭 好 就是它的一个Value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最小值 好 水平是由左往右 左边是最小值 右边是最大值 逆色是1到100 好 我们讲解了水平减轴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垂直减轴 我们到工具项里面先去找Vscore bar 好 拖曳到表单放下来之后 就进入了垂直减轴控制项 好 仍然我们要叫它名词 好 上方是最小值minimize 下方是最大值minimize 好 中间快减去一次移动是10 好 如果是定位扭所在的地方 就是Value所在的地方 好 那我们讲解了 也建议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属性值的说明 第一个属性值介绍是LockChange 最大改变值 当使用者按快减7的时候 设定位扭移动的距离 逆色值是10 第二个是minimize 最小值 为垂直减轴控制项的最上端 或水平减轴控制项的最左端的数值 逆色值是0 Maximize最大值 为垂直减轴控制项的最下端 或水平减轴控制项的最右端 逆色值是100 好 接下来这个属性是SmallChange 最小改变值 当使用者按微动扭的时候 有两个微动扭 往左边往右边 它的距离是1的 往右边是加1 往左边是减1的方式 好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属性叫Value 目前定位扭所在的位置 逆色值是0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内部名称如何命名呢 水平减轴控制项前导致 我们就用HSB开头 垂直减轴控制项的前导致 建议以VSB开头比较具有可图性 那水平减轴益的名称是Sscore Bar 1 垂直减轴控制项 益色值是Vscore Bar 1 好 接着我们来看它一个很重要的Event事件 当定位扭被拖曳了 微动扭快捡机被按下 都会产生Sscore事件 所以当在Sscore事件程序里面 拖曳滑鼠时 一旦Value位置有所移动 好 也就是Value数值改变了 就会立即产生Sscore事件 我们就可以呢 在这个地方撰写我们的事件程序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实例 设计一个程式使用垂直减轴控制项 计算温度变化的情况 那我们转换的公式是华氏 温度等于9除以5再乘以 摄氏温度再加32 好 我们就建立这样的垂直减轴控制项 好 当我们移动呢 我们的一个定位扭的时候 就立即产生Sscore事件了 好的 好 这个我们又改变它的 原来摄氏50度华氏是122度 这是我们的属性值的说明 我们建立了一个VSB degree 就是我们的温度 好 也两个我们Tex Bar 一个是摄氏 一个是华氏 好 那分别转换之后呢 我们为了标示 因为它从游大到小100到0 这是华氏 摄氏是212到32的方式 好 我们来看实例 因为它是游大到小 那本来我们的水子简单是游小到大 好 那我们要把事件写在那里 VSB value score这个事件 因为它是游大到小 说100减掉VSB degree点Value 我们把这个简着控制项找到定位领之后 就给C TSTC 就是我们的一个摄氏 好 摄氏温度用Value转换乘以9除以5 加上就变成华氏温度 就马上立即显示我们的一个结果了 好 第二个範例跟刚刚不一样 我们仍然使用的是一个垂直简直控制项 计算公分跟英寸之间转换的情况 1英寸2.54公分 那我们建立好是由小到大 也就垂直简直上方是小的 下方是大就不要减了 直接找定位点 再乘以我们2.54 就可以把它算出来了 好 这样可以看一下 我们目前呢 127公分是50英寸 好 这样的方式仍然是一样的 有一个score事件 Vsb value score事件 好 我们找定位领 Vsb value.value 好 我们找到之后 设定给inch 就是我们的英寸 好 TST.tax用value转换成2.54 就转换成公分了 1英寸2.54公分 所以这两个範例呢 好 就不太一样 一个要用最高指去减 一个不需要 所以老师分别挤了两个範例之后 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是我们的习题上面 分别显定科目 我们有三个科目 记概成绩 城市设计VP 西语言成绩 使用我们简择控制项 直接我们按定位钮 来显示它的分数 然后按计算钮之后呢 分数显完之后呢 好 我们在这个文字网款里面 求出它的总分 还有求出它的平均 好 那这样一个题目呢 好 我们的属性表呢 在这个地方有三个VSCOBA 分别是VSVVCC 技盖 VSVVV 城市设计VV VSVC 好 最小零最大100 好 目前我们都给一分 最小是一分 好 那这个是我们订完 的定位钮之后 就分明在文字网块显示它的成绩 好 再继续呢 我们的显示它的各科目的一个成绩跟标题 总分还有我们的平均 好 有两个按钮 一个计算钮 一个结束钮 当我们输入完之后 好 我们按下Button VTN Compute 好 就直接计算了 当我们要结束 VTN And就结束了 好 那同学应该记得一件事情 当我们要输入计算机概论的成绩 它产生是一个简择 HSVVCC Score这个事件 这个Score事件就是 我们直接在记概里面 把定位钮移到某一个地方 就计算出它的成绩呢 设定给 TSDBCC DN Text 就是标题文字 就是我们多少分 好 VV成绩 C语言成绩都是这样 要结束 我们按下按钮 就产生了VTN And Click 它的事件程序是And 结束程式的执行 好 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按下计算钮 那我们这里的计算钮是 VTN Compute Click 这个事件 先靠两个变数 一个叫总和 一个叫平均 我们希望它都是整变数 好 我们从文字方块 得到的这一个计算机概论的一个成绩 用VALUE转换层数值 跟我们的程式设计VV的成绩 跟C语言的成绩 都使用VALUE转换之后 就可以做累加 求出它的总分 好 那我们在标签控制下 LVLsum.txt的地方 我们只要显示它的分 那个总分跟一个中文连接分 好 再把Sum除以3 我们希望我们的平均 也是我们的整数 变成Average 把这个Average 也放在我们的Label AVG.txt 再连接我们的分 好的 第一个阶段 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了 刚刚我们介绍垂直减择控制项 跟水平减择控制项之后 接着我们介绍另外一个控制项 就是图片方块控制项 Picture Box 就是我们第二个单元 讲解图片方块控制项的建立 即属性的设定 以实力的一个探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想要在表单建立图片方块控制项 那个方式是这样 移动滑鼠游标到工具箱 图片方块控制项的图示 Picture Box 按一下 在移动滑鼠游标到表单上 推移建立图片方块控制项 建立完成之后 物件中的NAME 就是图片方块的内部名称 属性值 议设名称为Picture Box 1 为求可读性建议将NAME的属性值 以PIC为前导字 再加上它的用途 譬如说 现在我们想要换一部汽车的图案 PIC Car 就是名称 我们就叫PIC是图片方块 Car就是汽车 好 接着我们用范例的方式来告诉各位 我们首先到工具箱的地方 Picture Box 拖曳到我们的表单适当处放下来 产生了Picture Box 这就是图片方块控制项 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属性 第一个属性就是Image图片方块 图片方块控制项 要显示图片的档案名称位置 议设值是没有 当我们到属性视窗的Image的地方 一开始是无 我们要首先要按的是这个点点点 就会产生对话方块 对话方块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是本机之言 议设是专案之言档 我们专案之言档没有任何的资料 所以我们就按下本机之言 我们再按汇入 我们要汇入进来 好我们在第八章的范例里面 有一个K 扑克牌这个K 好我们选好了资料夹 按这个K两下 或按K再按开启 好我们就把这个K 扑克牌这个K 再入到我们的本机之言里面 再按确定呢 在图片方块里面立即显示 我们刚刚所再入的一个图片 好这是第一个方式 第二个我们要介绍 size mode 摆放的方式 设定所再入图片 在图片方块摆放的方式 逆设置就是这个normal 图片放置在图片方块的左上角 如果图片大于图片方块 那就会裁剪图片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我们的图片方块比较大 图片比较小所以看左上角的方式 好 第二个方式呢是stretch image 图片自动调整 以图片方块的大小是相等的 好那我们刚刚图片方块很大 图片很小 所以我们stretch image的话 它就完全是一样的 好那第三个是auto size 将图片方块的大小 调整成以图片的大小一样 好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刚刚的图片方块比较大 那现在要相反了 把我们图片跟那个图片方块调整一样的大小 好第四个呢是我们的central image 如果图片方块大于图片 那图片去至中显示 central image至中显示 但是图片如果大于图片方块 图片去放图片方块的中央 而外眼被剪裁掉了 好我们也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因为我们图片方块比较小 图片比较小图片方块比较小 放在中间 好最后一个是room room in room out 这个room的意思就是图片方块内的图片 会自动伸缩 所以长跟比例都不会去调整 好我们也看一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样的情况就是room的一个情况 好接着呢我们再讲图片方块 再入档案的方式 Vidual Basic程式语言的图片物件 能再入的图形档案的格式 有点证图副档名是BMP 有压缩的一个图形档 副档名是GIF或者是JPEG 有图示档副档名是ICO 有中绩档就是副档名是WMF 好我们分别一一来说明 第一个BIMAP就是BMP档 是一个未压缩的点证图形档 第二个是JIF 副档名就是点JIF 为图片交换格式档 压缩过的图形档容量 比点证图BMP档来得少 JPEG副档名是点JPG 是一个影像压缩过的图形档 通常储存海报啦照片等等 接下来是ICOM点ICO ICOM是一个图示档压缩过的点证图形档 好Metafile就是Windows的中绩档案 为向量图形 这个档案说话不会失真的 通常我们用的就是这些档案的一个格式 接着讲解设定图片物件的位置 物件名称点Location等于New Point 括弧X多号Y 好设定图片档块控制向坐标的位置 X为水平坐标就是我们的Lapt Y为垂直坐标我们要改变的是Top 好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Picture.location等于New Point 跨弧X多号40 那我们跟Picture1.Lapt等于30 冒号Picture1.Top等于40的方式是相同的 就是设定我们图片物件的位置 好接着讲移动图片物件的方法 如果要将图片方块控制向往右移动10个单元 往右通常我们用Right 那并没有Right这样的一个属性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把图片方块的异色名称叫Picturebox 1.Lapt 等于Picturebox 1.Lapt加上10 如果要往左边就减10 好记得只有Lapt没有Right 如果要将图片方块控制向往下移动10个单元 那你可能会用Button用底部的方式 好没有这种方式 只有Picture1.Top等于Picture1.Top加10 如果减10才会往上移动 好接着我们来看设定图片物件的一个大小 就是我们的Size 物件名称的Size等于New Size Wish都要Height 好那我们的功能是设定图片方块控制向的大小 Wish是宽度 Height是高度 好那我们Picture1.Size等于New Size 好我们高度100宽 这个宽度都是100的方式 接着讲解移除图片物件的方法 物件名称点Image等于Nothing 那就移除掉 那这是我们程式撰写程式的方式 好那如果我们在属性视窗呢 先点写Image这个属性 按Delete键就把图片移除掉了 两种方式都可以 好例如Picture1.Image等于Nothing 我们就把Picture1的图片方块这个把物件把它移除掉 接着讲解再入图片方块这个函数 以法是物件名称点Image等BMAP点front file front file后面是一个档案名称 所以一对双一号把它刮起来图片的档案名称 将指定的图片档案名称 再入至图片方块控制箱的Image属性 档案名称印详数其资料夹位置 好譬如说Picture1.Image等BMAP点front file 好这是连接 好那连接哪一个档 C朝ImageK.BMP 就把K我们再入到我们的一个图片方块来 好接着说明设定图片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 在属性视窗的Image属性按一下 设定图片档所在的位置 第二个在属性设计中将图片方块1 设定至另外一个图片方块 以法是这样 图片方块2.Image等于图片方块1.Image 好第三种方式 在属性设计中使用BMAP from file的方式 再入我们的图片方块 好接着我们来看实力的探讨 建立五个图片方块控制箱 其中一个是笑脸 另外四个是空白 按其中一个图片方块的控制箱 就把这个笑脸图片 放在这一个图片方块控制箱 当按重来扭的时候 将笑脸的图片方块 放在第一个图片方块控制箱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一开始我们设这样五个 好那这个是空白 那这个是笑脸 这三个是我们图片方块 好你笑脸显示在这里 下次要显示别的就把空白给它 好基本上是这样的 好我们按一下第二个图片方块 笑脸就在第二个图片方块 好按重来的时候笑脸是在第一个 那第二个也拿来就要把空白给它 好我们了解这个处理的方式之后 首先在再入表单的地方呢 我们把这个n就是空白的visible 隐藏起来force 把funk就是笑脸的地方也隐藏起来 好一开始执行呢 好我们五个图片方块通通都是空白 当我按下第一个图片方块 就pic1click的地方 就把这个pic放点imaging放在第一个图片方块 第二个跟第三个都空白给它 按下第二个一样 好第一个跟第三个空白 第二个是笑脸给它 按下第三个也是一样的道理 第一个跟第二个是空白 好笑脸是放在第三个 按重来 metianagainclick就是产生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的程序是 我们根据题目把笑脸设定给哪里呢 第一个图片方块 第二个图片方块跟第三个图片方块 都是空白的 好按一下结束钮 产生metianandclick这个事件 事件的程序是结束程式的一个执行 好接下来我们来讲解的这个单元是 计时器控制项的建立 及属性的一个设定 就是我们的timer 移动滑鼠游标道工具箱 计时器控制项的图示 就是这个timer 快按两下 会将在表单的下方建立 计时器控制项 它不会建立在表单上面 是在表单的下方 计时器控制项在设计阶段的时候 才会显示 因为计时器控制项是执行阶段 无反应它是在幕后的 它是执行阶段没有办法显示出来的 好那计时器控制项建立之后 物件的name的属性 逆设名称是timer1 为求可读性间用tmr作为前导字命名 计时器控制项会根据interble 这个属性所设定时间的间隔 产生tick这个事件 要能产生tick事件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 要把计时器的enable值设为处 才能根据时间产生我们的tick的事件 好建立的方式 首先我们到工具箱 timer这一个图示 按两下 你拖一道表单 其实它也会在表单的下方来产生 产生timer1 好这是计时器控制项 好它比较重要 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属性 第一个是interble 时间间隔 设定每隔多少时间 会产生一个tick的事件 处理单位是千分之一秒 逆设是100 即将interble属性值设为1000的时候 就每隔一秒钟会产生一个事件 如果没有设计设值就是0.1秒 若将interble属性值设为0 表示计时器功能失效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enable 一定要设定成触 如果计设值是force 你没有设定它有作用 那就不会产生作用 一定要设定成触 好我们来看这个实例 制作一个电子时钟 可以显示现在的日期跟时间 好比如说现在是2013年5月12号 22点8分21秒 好那看起来这个程式好像很难 其实是非常的简单 好我们的属性值里面 有设两个 有设一个timer TMR now interble是1000 就每隔一秒钟 产生一个tick事件 enable设定成触 我们建议把这两个属性 设在form1load 所以我们写在form1load tmr now.interble等于1000 tmr now.inable等于2 一开始再入表 当中就先执行了 另外一个我们要产生tick 是tmr now.tick 那tick是 now这个函数是显示现在的时间 跟日期 设定给我们的标签控制项 好这个单元呢 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休息一下 我们再继续讲下一个单元 好我们讲了三个控制项 分别是卷拓 图片画画画跟计时器 接着我们来把 今天所讲的控制项 做一个实力的探讨 好就是我们第四个单元 叫实力探讨 那实力探讨的题目是这样子 设计一个可以使用四个 不同方向的选项按钮 radio button 按开始钮 依所按的方向钮 图形每隔一秒钟 就做不同方向的移动 按结束钮就结束 我们的一个执行 就是我们说这个汽车 我们有四种方向 往左正上方 往右下方 往左下方 那我们实际上是 每隔一秒钟 产生一个tick事件 按开始的时候 它就可以开始 往你所设定的方向 来做移动了 好那首先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的 你要做tick事件 那我们的interval 设定成1000每隔一秒钟 看我们的题目而定 tmrcard.inable等一处 这样汽车才能移动 如果要结束呢 按结束钮 我们产生metian and click 这个事件 然后结束整个城市的一个执行 好那tmrcard呢 这个tick事件呢 首先我们有一个方向 dir它是integer 那dir是四种方式 一二三四 所以呢我们就 microsoft点 visual based点 switch rdv left点check是 往左边是1 rdv top点check是2 往上方是2 rdv left的top 左上我们是3 rdv right down 就是右下 我们是4 我们知道1234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slake case 来判断 dir1 1的时候往左 往左怎么办呢 pic card点lap减等于30 一次以30个一个单位 好如果是第二种情况 用正上方 pic card点tap减等于30 好如果是3的话是左上方 pic card点lap减等于30 冒号同时 pic card点tap减等于30 好右下方 因为没有right pic card点lap加等于30 好冒号 这个是右方 也下方了 pic card点tap减等于30 好那刚刚移动的一个属性 点lap是往左跟往右 点tap是往上跟往下之后 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实例 设计一个程式 利用简轴跟计时器 两个控制项 来调整于移动的一个速度 好就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现在速度是1 好用简轴去改变一下 好那这一个属性表 我们在写程式监狱同学 应该养成良好的观念 那这个timer的地方 interval是令成我们的1000 还有enable要是令成处 好那我们就hscore bar shp speed的地方 最大值100 最小值是0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程式 formal loadtmrspeed.enable 一定要等于处 tmrspeed的tick的地方 好我们这个fish picfish.location.x加1 好我们往右边来移动 好如果我们的这个 移的to1.laps大于我们的 这个表单的宽度的地方 就从另外一边左边移过来 好那我们接下来score的地方 用100减掉刚刚的speed 刚刚所定位 newspeed的地方乘以1 作为我们的interval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显示出来 这个移就会跟着一起移动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用重点整理的方式 在减着控制项 maximize属性为垂直减着的最下端 或者水平减着的最右端 minimize属性呢 为垂直减着的最上端 或者水平减着的最左端的一个数值 好在减着控制项中 value这个属性呢 为目前定位牛所在位置的数值 small change呢 为使用者按微动牛往左边 是减少往右边是增加 射移动牛呢 减着牛移动的距离 lachange是最大改变区 就是属性为使用者按快捡区的时候 射快捡区移动的一个距离 一射只是10 好当定位牛被拖移 微动牛快捡区被移动 都会产生score事件 我们就可以把说 当我这个按一下定位牛 以这个微动牛产生的一个事件程序 都写在score size mode是图片方块里面使用的 设定所在入图片 在图片方块摆放的方式有五种 将图片随图片方块大小伸缩 属性值设为stretch image 图片方块随图片大小伸缩 自动调整是autosize 好第五个重点 计时计中用来设定每隔多少时间 会产生一个tick的一个属性叫interval 处理的单位是千分之一秒 就是毫秒 议设值是100 事件程序名称叫tick 好那我们下一个单元呢 要讲解是视窗 我们程式事件的一个处理 好我们讲解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讲解表单常用的事件 比如说再入表单 作用表单 在表单上按一下click 按两下double click 好接着我们说明呢 因为我们的事件一般有两种 先讲键盘事件程序 好再来呢 讲了事件之后呢 就说明事件程序有哪些实力的探讨 我们同时来做演练 然后接着呢 我们在第二种我们使用者的事件 就是滑鼠事件 那滑鼠事件呢 好我们产生的滑鼠事件之后 我们讲解一些呢滑鼠事件程序 还有范例的一个演练 好这个讲次呢 我们所要介绍的是 我们主要介绍是各种控制项建立 我们讲了三种 第一个就是我们简着有水平跟垂直 第二个是我们讲图片方块 第三个我们讲计时器 那这个垂直跟简着的一个事件 是score事件 计时器是tick事件 那另外呢 我们图片方块的方式是摆放的方式 同学一定要上机去演练 才能了解这些呢 用法 这个讲次就介绍照理 下次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